酒醉男子喝到清晨要回家 没有想到开到了台北市万华要下车 他却跟问奖大吵了起来 原来是对于车子有疑虑 非得要乘车明细 不过问奖说表已经归零了 没有办法应 两个人为此就爆发了口角 甚至闹到警察来调节 他在车上了 看到警察来了 问奖终于松了口气 因为车上乘客醉倒 让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 这个 一道的 人醉得不行 警察人士就连钱也丢在旁边 人家住的啦 你现在住的 你要住的 怎么问都没用 让原警好头痛 19号清晨5点多 这名于姓男子喝完酒叫小黄要回家 不过他实在喝得太醉 要下车时车资250元 男子给了一张500元钞票 问奖找回250元 不过男子一直对找林有意见 要求问奖给明细 但跳表已经归零了 没办法应 两人爆发口角 记大哥的名片 我先收好 你说好啦 等你睡醒了 我帮你口袋 再到最乘客问奖好无奈 警察也只能先联络他家人 带回去休息 待酒退新醒后 再向车行以及司机 申请车制明细 终于乔到酒醉 男子满意 后续可以再从车行后端 提供明细 结束这场闹剧 记得超会讲目以台表达 请转发报道 请转发报道 请转发报道